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聊一下双减 有关的报道 双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先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根据教育部的网站 教育部召开全国双减工作推进会 双减专门协调机制全体会议 教育部部长双减工作协调机制召集人 怀进旁出议会议并讲话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嘉义 主持会议会议之初 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小学生 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做出双减重大决策部署 2021年7月中办国办引发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两年来双减工作协调机制各单位 各自已党委政府勇于担当 攻坚克难推动校外培训明显降温 校内服务有效提升 学生和家长总体负担 正在逐步减轻双减工作 取得阶段性进展 对这个双减啊 你们看到了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对吧 双减的话 实际上对于双减该不该减 其实我们要多方面的看 你看首先呢 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 其实你要知道这个作业负担的话呀 经常对于这个孩子的发展 天性是有影响的啊 我们是支持的 你有些的那个校内的 你已经会了 但是老师会留很多作业 因为他全班的话 他必须是统一要求的 很难啊 给每个人呢 精细化的定制 对吧 所以你会了 还得做 那不是就有问题吗 对吧 你是做了很多呢 无效的练习 但是对老师来讲啊 每个老师都向自己教的学生好一点 给自己的作业留的多一点 但是如果每个老师都这么想 那意味着什么 那个学生的作业就很多 尤其是现在中小学啊 中学里头一学的话呢 什么七项全能 九项全能 就七门课 九门课 门门都有 变成什么 完全是一种低质的 平均化的内卷化的竞争 是有问题的 对吧 然后包括呢 你像课外培训 课内不讲 课外讲的事很多啊 对吧 也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样的话呢 减低 有它的存在的道理 但事实上 我们一直在讲 做减法完了以后啊 今天要讲的是什么 我们也要做加法嘛 孩子爱学习 你不能把学习作为负担 也就是说 你课内没有的 一些内容 孩子想在课外学一学 你叫负担吗 有些时候的话 人家大家说 超强学不好 但是实际上呢 你如果是学有余力 你让他原地踏步 那不是生命蹉跎吗 在人的那个脑子 最好的时候 他有时间学的时候 为什么让学有余力的人 不能多学一点 因为实际上这个事啊 我们要考虑到什么 双减考虑的是全社会的一个公平问题 但是呢 我们为什么要说做加法呢 那还有一个全社会的效率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公平和效率是要协调的 你就是说 你看这个国与国竞争 社会与社会竞争 民族与民族竞争 他竞争的时候 经常是什么 他不光是你的 大家的平均水平 他也代表什么 你最高水平的竞争 对于中国来讲 现在的竞争的问题 大家老说中国不出大师 对吧 但是中国出工程师啊 中国的工程师比外国多好啊 因为工程师干嘛呢 是把各种科学技术综合起来 综合利用 然后呢 会解难题不出错 那就跟我们的教育是完全接轨的 我说我们的教育在培养工程师 培养平均教育水平上 比美国好 但是呢 你为什么说你这个科学 能得奖的少这些那些 因为你这样就减了 你这样最尖的孩子 你把他的学习也作为负担减了 把他课外能获取更多知识的渠道 也作为负担减了 那他这就很难那么尖起来嘛 对吧 实际上当时我还看了爱因斯坦的那个传 其实爱因斯坦很小的时候 他就能看顶级的哲学著作 学了维基芬啊 不是像大家说的 爱因斯坦当时学的不好 后来发现啊 当时的分啊 他不是越高越好 是越少越好 越的好着呢 对吧 好多这个说法啊 是不对的 就是你最尖端的这些孩子 他是否能学到更多的知识 代表呢 你那个民族的竞争力 所以现在在中国啊 做很多事 一直说了 千军万马的事 我们比美国强 一夫当官万夫莫开的事 我们经常很困难 找不到那个能一夫当官的 最顶尖的那些人 因为那些人的话 你在中学的时候 大家都讲的是什么 讲的减负 然后到高考选拔的时候 讲的是什么 七项全能 没有弱科不偏科 你才好 但是你一旦是什么呢 某一科特别尖的时候 必定其他有些科要比较弱 这就是那个辩证的来看 他门门读好的 很难做到 对吧 所以这样的状态下呢 你在减低了以后啊 如何做加法 就是说啊 公平和效率要怎么看 因为我们是有时候 国家的崛起 需要高效率 需要这个尖端人才 这尖端人才怎么去发展 像现在呢 你减下来以后 其实下面要想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尖端人才怎么看 对吧 你给最尖的人多少机会 你像现在呢 你像什么都不让选拔 义务教育不让选拔 都要派位 都要什么 甚至还有人说了 把好孩子呢 去弥补薄弱校 专门是教育提出来的 这样薄弱校就好了 但你就想想 你这事对好孩子公平吗 你对于你这国家 最有效率 最尖端的人 你要去弥补薄弱校 让他去找最差的师资 让他最后学的没那么好 大家平均水平 都上来了 你最尖端的人才没了 是什么样子 对吧 所以在这个教育领域啊 我说私货很多 被一些竞争性国家 间谍渗透的也很多 双减呢 很必要 但双减里头啊 夹带私货很多 所以双减到了某个阶段 阶段胜利了 以后下面怎么做加法 怎么样子提高啊 最尖的孩子的效率 让你最尖的孩子的水平 能跟全球竞争 能跟世界竞争 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呢 下边的话 中国的话呢 怎么把最尖的孩子 能选出来 给他机会 对吧 而不是说呢 你要七项全能 很平平的 给选出来 因为你各项 都很全能的孩子啊 他在最尖的地方 可能就不太行了 其实现在我们社会 老流行这个短板理论 但是你想想 这个社会 你真正 你能立足这社会的 是什么 是因为你 有一技之长 你的长相 才是你能立足社会的关键 你的短板呢 经常是领导 Pu你的关键 就是想压你的时候 天天拎着那个短板说话 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你短板很疼 总被人家揪着辫子 那是短板 但真正你想想 立足社会的 还是那个长相 你的长相怎么来 怎么培养 所以对于孩子的教育 也是这样 双钱减下来了以后 有时间了 你给他做什么样的加法 让他学什么 他感兴趣的事情 发挥他什么样的特长 让他把这些特长呢 培养好了 以后呢 能立足社会 在社会当中呢 能更有竞争力 这个才是教育部门和家长啊 所需要思考的问题 谢谢观看 本期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